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传说有一个国王和王后 他们结婚很多年了 生不出孩子 他们就向神求孩子 跟命运之神阿波罗祈祷 说你们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孩子 结果阿波罗说出了一个可怕的预言 说可以给你们一个孩子 但是这个孩子将来要杀父取母 这对夫妻就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么安排 但是神说话是很厉害的 他们就相信了 果然他们回去就怀上孩子 就生下了一个孩子叫俄迪普斯 俄迪普斯的意思是肿痛的脚的意思 为什么叫肿痛的脚呢 因为这个孩子生下来了 他们高兴不起来 因为这个孩子将来要杀父取母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孩子的脚踝刺穿 把这个孩子捆起来 扔到山里面去了 你自己的孩子舍不得杀死 可是你不杀他将来要杀父取母怎么办 你不敢要 就把他脚踝刺穿 捆起来扔到山里面 结果呢 山里面有一个牧人 老牧人放牧的时候 经过山林看见了这个孩子 觉得很可怜 就把他抱回去养 养大了一点的时候呢 他就把他献给了他所在的国家 叫特拜这个国家 献给了他们国家的国王 国王和王后呢 都很喜欢这个俄地普斯 就把这个俄地普斯呢 当成自己的孩子 养大了 养到他成为一个 强壮的青年人的时候 有一天 特拜这个国家呢 在举行这个盛大的宴会 大家喝了酒了 酒后吐真言 有一些年轻人呢 就嫉妒这个俄地普斯 说你不是国王和王后的孩子 你是外边来的 俄地普斯听了以后就很郁闷 他一个人呢 就从这个宴会里面溜出来 溜出来跑到山上去 向阿波罗神求神域 说阿波罗神啊 你告诉我 我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命运的 我是什么样一个人 我的命运如何 阿波罗神就告诉他说 你要杀父去谋 结果他一听 怎么回事 我要杀父去谋 他就害怕 害怕这个命运在他身上应验 于是他就逃跑了 因为他相信 现在的国王和王后 就是他的亲生父母 所以他就逃跑 逃到一个大路上 看见一辆马车 风驰电车地就行驶过来 这个赶马车的这个老人啊 非常的恨 结果呢 这个马车就撞了他一下 他年轻气盛 就和这个赶马车的老人 就发生了冲突 就打起来了 他一怒之下就把这个老人杀了 而这个老人呢 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他不知道 不知道他就继续走 因为他要 他听到了神的预言 说他要杀父去谋 他就要逃 逃了 逃到山里面 碰到一个神 叫斯芬克斯 这个斯芬克斯呢 是一个怪兽 尸身人面相 大家知道 在埃及尸身人面相 这个斯芬克斯呢 这头怪兽啊 他占山为王 来一个人呢 他就给人出一个谜语 谁都猜不出来他的谜语 猜不出来 就被他吃掉 俄迪普斯 有智慧 有勇气 他就来到了这个山上 见到斯芬克斯 斯芬克斯就给他猜了个谜语 说什么东西 小的时候四条腿 大了两条腿 老的时候三条腿 而他腿越多的时候呢 身体越弱 俄迪普斯说是人 人 好 斯芬克斯就 一下子被猜中了 你按照这个契约 他就 斯芬克斯就跳崖而死 这个俄迪普斯 为民除害 按照这个国家的法令 谁杀死了斯芬克斯 谁就可以当国王 正好这个国王 刚被杀了 俄迪普斯就当上了国王 娶了自己的母亲为妻子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就成了一个杀父娶母的人 神的预言在他身上 全部都应验了 然后呢 他当了国王 娶了自己的母亲以后 他不知道呢 就开始调查 谁杀了老国王 他就调查 老国王在什么时候 经过什么地方 碰见了什么人 最后 还找到了老牧人 一看自己的 脚上还有被刺穿 原来自己就是那个 杀父取母的人就是他自己 杀死他父亲的 杀死国王的就是他自己 怎么样呢 刺瞎了双眼 到荒眼上流浪 这个俄迪普斯啊 跟我们的这个风水先生的传说是一样的 风水先生传说一样的 也就是说 看见了真地 我老觉得这个民间传说的地啊 它是个双关云 即使这个地也是这个地 俄迪普斯也是 他发现了人的秘密 他有智慧 他要没有智慧 他也不会刺瞎眼 天机不可泄露 你泄露了怎么样 你就要瞎眼 俄迪普斯刺瞎了双眼 到荒野去流浪 而且生下来一些不孝子女 我们待会儿讲安提哥捏的故事 当时我千辛万苦啊 就发现了这些 一种默契 中国文化跟希腊神话的一种默契 我特别激动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 我的文章投到哪里 哪里也不发表 就觉得这叫什么事 我的名字就叫 染瞎子与俄迪普斯 所有这些人 就是我这里我想批评的人 就是说我们不要妄自菲薄 那些大学者 俄迪普斯多么了不起 染瞎子是谁 没听说过 这两个怎么能搁一块去呢 从我心里面 他们是平等的 他们是人类的先知 是有智慧的人 可是呢 真正的 写了这样的 我认为 我有所发现的文章的时候呢 就是发表不了了 尤其是核心刊物上 更发表不了 为什么我特别坦然呢 因为我在水平不怎么高的时候 投这些杂志 一投一个准 等我水平提高了 发表不了 但是我也不能违心地说话 所以我继续写 继续发表不了 没有关系 理解吗 所以做文学工作 是要付出代价的 要付出代价 并不是说 你在社会上一路见到了绿灯 你就是走向了文学的道路 有时候啊 文学的 是一个双刃节 一方面 它很温暖 很吸引人 充满了爱 充满了鲜花 但实际上呢 它同时也是一条 非常艰辛的道路 残酷的道路 就是你越写 越和这个世俗的世界 相背道而驰了 你还干不干 很多人不做文学了 最后知道文学和艺术 是怎么回事 而不做了 不是因为做不下 不是因为觉得 这个文学艺术不好 而是做下去以后 代价太大了 理解吗 代价太大了 我好好的 我干嘛不写一点 那个能发表的 我还可以要平直撑 我还可以拿稿筹 你要写这些东西 你讲这些故事 多么难 哪不如你讲一个 忘娘摊的故事 你要听到十几个老人 亲口讲书 你才能拼出一个 忘娘摊的故事 而这个故事算起来 稿费还值不了几块钱 不干这个傻事 理解吗 就是说文学 它在世俗的面前 它是软弱的 它是苍白的 但是它对于人的内心来讲 对于一个 放到一个长远的时间来讲 它是强大的 所以我们现在 在做文学工作的时候 大家就要相信一个概念 叫时间 文学是个时间的艺术 不是一个空间的艺术 空间就是说 我今天就火了 我一夜之间 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了 文学就是说 没有关系 我们慢慢的 就是说 我现在这个东西 没有人看 十年二十年 甚至五十年一百年 要有这个信心 《红楼梦》为什么写这么好 且不论这个人多么有才华 他写了一个多么好的题材 认识了一些多么 多么有魅力的人 就有一点 可能被红学家们忽略了 就是我自己做了一点文学工作 我体会到 就是这个勇气 这种绝望 你知道人绝望到底是很迷人的 就好像一个人 这个喝了这个 怎么说 越是喝那种好的酒啊 越是戒不掉 喝了特别美好的美酒以后啊 你这个酒就戒不掉 而且那个醉态啊 就很迷人 同样 人的绝望就是一种美酒 一个人绝望了是很迷人的 就是很多人写不好 不够绝望 曹雪芹很早就绝望了 你分析他这个心理吗 他难道 他这么精明的人 难道他不会算一个 简单的算术吗 我这么写一本书 得写多少年 这辈子也写不完 这辈子写不完意味着什么 我这辈子没希望 看到我这本书发表 给我带来功名 什么都没有 我只能写八十回 可能还超额完成任务了 理解吗 这么有远见着实的人 他做了这么一件傻事 把自己的一辈子压上去 写一个永远都发表不了的 一个作品 还写了一半 谁有这个勇气 谁就是曹雪芹 没有人有这个勇气 所以只有一个超学界 理解吗 这种勇气是对灵魂的信仰 什么意思呢 他要是如果相信 人类没有灵魂 我死了就万事 我死了以后 洪水滔天 与我无关 人类都 我死了就等于人类死了 不 我死了 我们这个民族 还有子孙 我会让他们来看我的作品 这个世界各个民族的 有时知识都是这样 斯汤达写红与黑的时候也是 他说我的作品 五十年以后才能有人理解 曹雪芹写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相信他从洛比开始 就打算为后人去写作 没打算给同时代的人写作 因为同时代的人不会理解他的 所以人有没有这个勇气 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勇气 且不论 我就告诉大家 我们起码要知道 曾经有了不起的先辈先知 他们有这样的勇气 他们的好的作品 是怎么写出来的 他们凭什么写出了这么好的作品 他们不容易在哪里 这是我的一种一个提示 所以我刚刚讲到我自己的时候 就觉得笑话 我现在作品发表不了 我认为说明我进步了 就是你有时候倒过来想 这是文学有时候是辩子 尤其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 如果你们在做文学工作的时候 如果一路都是绿灯 充满了鲜花和掌声 如果是在这个时代的话 你们就危险了 就是这样 反而是如果你很艰难 说不定就是有希望 这不是我个人安慰 我看到的普遍的现象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小作家 叫郭敬明 你们同时代的人 是吧 就是说你们小心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们作为 郭敬明比你们大比你们小 差不多吧 大一点 那还好一点 就是郭敬明的同龄人 要警惕了 因为如果你们不拿出 更好的作品来 将来人们说起来 你们这个时代的人 出了谁 郭敬明 哦 你就是那一波的 不是开玩笑的 真是这样子 比如说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出了谁呢 姚文元 是吧 张春桥 他们都是笔杆子 没有出来好作品 八十年代出了北岛 杨恋 是吧 那七十年代出了一些人 五十年代还出了王蒙 是吧 每一个时代 有每一个时代的代言 你们现在要 眼睁睁地 把这个 文学这把金交椅 让给了郭敬明 这个韩寒 两个人 有点不一样的 也有点像的地方 韩寒挺损的 有一次 人家采访他说 你对这个郭敬明 时代杂志 把郭敬明评为 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 韩寒说 这是一种辱华行为 他就是这样 但是韩寒虽然刻薄了一点 他这个意识是对的 就我们不能眼睁睁 看见一个泱泱的文化大国 把这样的一个 我对这个个人没有意见 这个人可能他写一点 好玩的 一些贵族 怎么样 有美女 什么金钱 这些东西也没有太那么不好 但是 不是他的问题 是我们这个时代 把这样的人捧到这个位置上 是别人的问题 他是无辜的 他就是个小孩 想写点东西 也没什么错 可是说明这个时代的文学 气候不正常 不健康 理解吗 就我们一个 是曾经诞生了 《红楼梦》的这样一个民族 诞生了鲁迅 诞生了沈从文 诞生了李白杜甫的一个民族 现在把郭敬明当成一个 我们民族的文学的 最有影响的一个作家 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面临的现状 这是我们面临的现状 好 我们回过头来 再看 我今天这个话题 讲到这儿呢 我首先就 把这个 我的箱子底下的东西 都给你们了 大家知道这个词 杨柳 中国人讲这个 朋友 好朋友 分别 送一个柳枝 这个柳树 这个 柳枝 柳树 在中国的文化当中 很特别的 我在有一个地方 叫福林的这个地方 听到过一个好的故事 福林就是我们看到 就想到榨菜 是吧 这个福林 实际上呢 它是 是因为 它地处福江和长江的交汇口 那儿呢 埋了古代八国人的 先王的陵墓 所以叫福林 果然根据这个地名 也就是最近几年 在乌江福江附近 发现了八国 就是那个三星堆 这是跟我们汉族 不一样的文化 八国的先民的坟墓 在福林 福林这个地方 有一个白鹤梁 大家知道 就是从唐代开始 每到枯水季节呢 就有这个石粮 从江里面浮出来 那边的石粮浮出来 紫龟的先民 编出了忘娘滩的神话故事 而这里的石粮浮出来 人们从唐代开始 人们就在上面提课 就是写诗 写书法 课字啊 就像课碑一样 在这个石粮 比如说石余出 赵丰年 就在这个石头上 磕一条大鱼 这个鱼一出来 就表示今年要丰收 磕了每一年的水文 水文资料 还有诗歌 还有绘画 还有画的白鹤啊 什么 年年代代的磕 每一个朝代都磕 而磕到我们这个时代呢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怎么想呢 不 我们要发电 我们不要白鹤梁 我们就把江水涨起来 就把白鹤梁就淹没了 永远就沉到底下去了 这实在看不过去了 最后国家投了一点钱 把很大的一个白鹤梁的一部分 变成了一个水下博物馆 就是可以花了很多钱 就可以走到水底下 看到这个石刻 花了很多钱 大家要去福林的话 从重庆坐船坐车 很快到福林 可以看到白鹤梁这个博物馆 水下博物馆 当然只是保留了很小的一部分 就水文刻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 我们把它变成钱 兑换成人民币 而且发电 这是有问题的 这不说这个话题 我们再看 这个福林这个地方 有一条街 叫阳柳街 那么这个阳柳街的名字 是怎么来的呢 就相传 从前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 张献忠的部队 杀到四川 见人就杀 张献忠 姚雪莹写李自成的时候 我们历史书上写 好像他是个农民起义的领袖 但是在民间传说当中 这是一个贵子手 民间传说当中 就说这个人见人就杀 遍地事故 张献忠的部队杀到了 这个街的街口 看见一个妇女 背着一个孩子 牵着一个孩子 从街里 街口走出来 从这条街走出来 但奇怪的是呢 这个妇女啊 把一个大的孩子背在肩上 小的孩子牵在手里 结果这些官兵就问他 你这个人好奇怪 为什么违反常理 把大的背着 小的牵着 他说因为 大的是我哥哥的孩子 小的是我自己的孩子 而我哥哥已经战死疆场 这些官兵就被感动了 就顺手摘了个杨柳枝给他 说你这个人 还挺讲仁义的 这样子吧 你把这个杨柳枝拿回去 插在你们家门前 这样子呢 等我们大部队来 看见那个家门前插着杨柳枝的 这一户人家呢 我们就不杀这家人了 这样这些官兵就走了 不知过了多久啊 大队人马来到这个街口的时候啊 就看见家家户户门前 都插着杨柳枝 这些将士就退回去了 这个是我在福林的一个老茶馆 听到的一个故事 我自己 我刚才不是跟大家讲吗 我在巴黎圣母院的大教堂 听见终身 看见这个神父做弥撒的时候 我被震撼了 但是我没有被感动 我心里面有根心弦 我们中国人讲 心弦没有被剥响 而真正剥响我心弦的 是杨柳枝的故事